做生意不为赚钱,要做放飞理想的有志青年 从网络三天课,再到养猪大户 他是互联网考场里的一朵奇葩 大家好,我是刘森 那今天赶紧聊聊商界奇人丁磊 这个互联网的领军人物处理问题的手段 跟小学生居然没有差别 2000年,网易股价暴跌 为了挽救网易 丁磊请来了李景辉做首席执行官 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成了网易的最大危机 网传李景辉与盛世长城关系匪浅 李景辉上任后就投给盛世长城巨额的资金 但是李景辉并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报 同年,网易财政嫉妒报告出现了错误 李景辉作为CEO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就因为这一纸误报还遭到了起诉 因为个人的事物给公司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李景辉不但死不悔赶 还雇了个保镖,公然对抗丁磊 有一天,在办公室门口丁磊大喊 大家快来看大行星 而丁磊口中的大行星就是李景辉的保镖 给李景辉气的是话都说不出来 2001年5月,员工上班考勤前 每个人的桌面都放了一封 告网易全体员工书的公开信 写这封信的正是李景辉 信中把丁磊也是一顿痛喷 然而不到半个小时 丁磊就派人把这些信全部处理掉 李景辉有个霸气的英文名 King 这个名字可能让他对自己有点误解 但是底下的员工都明白 大股东丁磊才是网易真正的King 最终呢,丁磊赶走了国王和星星 李景辉也只能回花果山 做吉吉国王了 但是网易的危机还是没有解除 这个时候,段永平站了出来 段永平把自己的钱 全部投给了网易股票 网易呢,终于火过来了 段永平也获得了100倍以上的收益 或许是灵长类动物给了丁磊的灵感 丁磊开始在取经的路上一去不返 2003年怀揣着少女型的丁磊 把梦幻西游的人物做成了Q版 还经常跑去开发部提意见 开发部的负责人詹中辉常对员工说 别听他了,他不懂 丁磊依旧只手发脚 还投入了更多资源 结果梦幻西游一飞冲天 靠着这款游戏 丁磊狂赚了13.8个亿 年仅32岁的他坐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 这个时候,一个人又找到了他 这个人呢,就是马化腾 二人早期在论坛相识 网络情缘一先前 丁磊却没有珍惜这段缘 当时的腾讯至今困难 马化腾希望把自己的腾讯卖给丁磊 此时的丁磊呢,刚做首富有点飘 根本就没看得上Q是这种小玩意 最后腾讯靠IDG的投资 才把自己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2009年,腾讯挤掉了网易 坐稳了国内网友老大的位置 同年,乌镇的互联网大会上 丁磊专门邀请了马化腾 丁磊的商业眼光 远比他看人眼光要高明得多 2018年,一个员工走进了丁磊的办公室 张口就说 老板,给我10万元 我要做公开课 丁磊听后一琢磨 我做个教育家也不错 比做首富有意思 就这样,网易公开课诞生了 丁磊这次没有看走眼 网易公开课上市后,大受青睐 纯公益,不考虑商业盈利 就想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 丁磊还公开表示 不建议年轻人大学就谈恋爱 要好好学习,前进向上 也真是为了这一代操碎了心 公益也做了,钱也赚了 丁磊是不是该享受生活了 并没有 从始至终,丁磊都发扬艰苦朴素的风格 常年穿着优衣裤300块钱的黑卫衣 也从不舍得买一套正装 丁磊有钱,还热衷请人吃饭 但他这个人有个癖好 请人吃饭呢,从来不带钱 有一次丁磊心心好 请员工吃饭 该部门的员工真是喜忧惨般的 特地去告诉丁磊的秘书 一定要亲眼看着他把钱装到包里 没成想刚到饭店 丁磊就说 不行,这家太贵,得换 二十几个人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走了 酒足饭饱后该结账了 丁磊一波骚骚做,惊待了所有人 他从钱包里掏出一碟港币 解释道 我刚从香港回来,只带了港币 人家饭店也不收啊,我也没招 首付如此扣门也是一件罕见事 但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就更罕见